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俊修 這集的國際及國內體 跟我們一起說大白話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夜裡五 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亮哥 大家平安 第二小時候陪伴我們 文化大學講座教授 楊永明老師 請就好 大家好 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庭將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將軍可能睡得比較好 因為您不在位子上 像現在國防部長邱國正 可就睡不好 他是自己在立法院 答詢的時候說的 他說因為擔心現在局勢狀況 晚上睡不好 還在立委答詢的時候 講了這件事情叫做第一線 所謂的第一級 這件事情已經重新定義了 讓外界非常的高度關注 郭正說的是第一級的界定 外界擔心兩岸會有容易 擦江走火的狀況嗎 這件事情讓國防部 還特別發了聲明來說明說 當敵軍軍機軍艦侵入我領海 領海空驅離魏國的時候 就不用什麼開炮 開槍 便可合法授權第一線指揮官 採取適當的反制 根據一個聯合報新聞幕後分析說 因為邱國正這個打詢內容 被誤解嗎 被解讀嗎 為兩岸瀕臨戰爭 所以知情的黨政人士表示 前一晚輔方跟國安高層 還特別跟軍方聯繫緊急開了會 去了解邱國正的想法 溝通後才明白他們自己開會 然後再去打電話問 不是把他找來問 就說只是從軍人本分出發 會有的擔心 認為對兩岸情勢 因料敵從寬 兢兢兢兢兢兢做好準備 顯然這個邱國正的憂心 總統府國安單位高層 是不明白的嗎 那詹奧康就問 兩岸如果快開戰這種情況 總統睡得好嗎 邱國正有說他自己睡不好 但兩岸瀕臨開戰這個狀況 跟蔡總統跟準總統沒關係嗎 有沒有跟他們報告呢 但總統睡得好 民眾可能睡不好 花蓮半夜有很多軍機在飛 這個是來自於花蓮的民眾 他所分享出來的消息 網友很著急問說要開戰了嗎 怎麼那麼多飛機半夜戰機 嗡嗡嗡的在飛 怎麼回事 他說是在實施跨子夜 實戰化的飛行訓練 其實先前也有過這樣的新聞的宣布 但跨子夜自然就會影響到 晚上的當地民眾比較安靜的 休息的狀況就會發現 感覺有點危機感 是不是未來都會往這個方向來實施 不知道 但近期的確會相對的敏感 那麼被形容 就是說我的白天 我的黑夜 你不了解 邱泰山不懂邱國正的失眠 當邱國正坦承自己 每天很憂心的時候 國安會的邱泰山 卻形容 這個到底誰入侵 又說中方的說法不值得回應 反而是舌戰立委群雄 一派輕鬆嗎 好像不是很當一回事 那賴清德新的格文名單曝光了 現在有一些可能會接任的人選 在討論當中 其中新的國防人選 國防部長人選 顯然邱國正不被考慮了嗎 海軍前參謀總長李啟明 甚至是黃曙光都被說呼聲很高 而像這樣大水狗的邱泰山 可能會繼續留任 所以有恃無恐嗎 當然王毅在兩會期間外交部長 當時所回答的很多記者會的內容裡頭 有一段講到兩岸關係 他說全家福照片這個形容詞 他不允許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 未來可見國際社會遵守一中原則的 全家福照片 當然詹志宏就是陸委會的副主委 就痛批中國自欺欺人 讓國際看笑話 如果他要去照那張像 全家福的像 那是不會成功的 所以當我們今夏海域 現在還在所謂常態執法 完全是被破壞的情況之下的話 大陸學者怎麼形容 他說這次翻覆事件 大陸宣佈要在今夏水域展開 常態化的執法行動 那麼李毅甫就說 這個是落實大陸對台灣 台灣海域的主權一樣 雙方已經吵到主權這個層次上了 所以他認為是延伸 實際管控權的重要突破 甚至海峽兩岸之間在這水域上 都可能出現新的治理型態 當然有件事情在國際上 我們昨天也都一直表示很關注的是 拜登的國情資文 國情資文在影響他自己選情的部分之外 談了什麼我們也很關心 拜登談到了他堅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這是拜登第一次在國情資文裡面 談到台海安全 那同時美國的跨黨派議員 當然抗中派還是現在鷹派很多 還特別講一旦中國對台動武的話 就要取消稅收協議 這個是一個來自於兩黨的參議員共同提案 要求美國政府如果在總統判定 中國對台海發動武裝攻擊之後 30天之內取消對美中稅收的協定 然後有沒有別的不知道 對我們來講聽起來好像滿遙遠的 亮哥總之有沒有可能兵凶戰危 大家有不同的分析跟看法 趙春山教授就覺得就算有 他也不會意外 以他到大陸去訪問期間感受到的氛圍 您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個金門漁船這個事件 這個我們國安高層就是蔡英文 他們就把它定位為國安事件 所以才會 他這個國安事件他當然有一些假定 他就是假定這個充其量 就是在今夏海域有一些衝突 不會外延為對台灣的攻擊 所以邱太三顯然是 這個決策過程他是有參與的 邱國正很可能就是沒有 所以兩個人的答覆就會不一樣 至於會不會從今夏海域外延到台海 甚至超過台海中線到台海中線以東 甚至到澎湖到台灣本島 坦白講這個就見仁見智 可是我認為蔡英文就是認為不會 所以他才這樣賭 不過你沒有必要把一個 一個我們說可能涉及執法過當 或者是你說是什麼原因 反正就是一個漁船的事件 統治有力 他們的思考可能是這樣 這民進黨有一些想法你很難理解 因為你不是獨派 所以你很難這樣理解 我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獨派就真的這樣想 而且他在第一時間獨派 就給民進黨很大的壓力 所以一定要強硬 那這個可是很多戰爭都是小事 慢慢累積為各種敵意螺旋 那後來就外溢吧 所以因為我們趙春山老師學政治的 學國際政治人就不會輕看這個事 那當然大陸那個學者李毅虎也是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那邱國正是個負責任的 政派的老實人嘛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事情 萬一外溢怎麼辦 那事實上也有一些零星的事件在發生 比如說這個我們這個張將軍也提過 就是他飛到距離台灣只有23海里的位置 那一個小時就 一分鐘就可以到達台北 一分鐘 然後你也看到大陸的海警船 他從釣魚島要 要去釣魚島的時候 他就故意給你開進那個24海里的 林間海水域 就你就看到這種事件就開始出現了 就說坦白講他的軍方也不高興 那他就可能就會刺你一下這樣 那這個當然就增加了 操槍走火的可能性 還有你說你剛剛也提到 上一個小時我們講到 雲林艦今天不是下水嗎 雲林艦是我們現在最大的海巡船 4000噸 那你會不會因為這樣說就覺得說 我可以來跟對方對峙 然後海警海巡未來在今夏水域 很可能會有對峙的狀況 那你認為都不會操槍走火嗎 因為大陸到時候海警船大陸漁船各種船不斷的 不承認你的執法線所引發的各種事件 我們的媒體或對方的媒體肯定有報導的啦 那你可以都自自不理嗎 我覺得很難耶 因為大陸會報導我們這邊立委也會問政府啊 那你不覺得這樣就是一種上升的螺旋嗎 你都可以不處理可以這樣嗎 所以說民進黨會不會把這個事情想得太簡單啊 說反正是驚嚇水域嘛 他來我就假裝沒看到 真的有可能這樣嗎 你可以都不做因應的處理嗎 對不對 然後你認為你不處理 所以他就不會外溢到台灣海峽來 我覺得這種想法是不是太簡單了啦 或者是他是有恃無恐 認為今天美國在選舉 所以大陸大概不敢發動這個台海的衝突啦 可是11月選完之後呢 選完之後你怎麼辦 那萬一是川普當選啦 那從11月到明年2月1號上任 這中間不是空窗席嗎 那不是更危險 所以我是覺得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 這個讓人家難以理解蔡英文 邱泰山 管碧林這些人 怎麼會有恃無恐到這種程度啦 那是不合理的挑釁 沒有必要的挑釁 沒有必要嘛 而且你明明就是弱的那一方 你為什麼要讓這個事件 這樣不斷的上升 只有一個邏輯啊 就是他認為康總保台有助於他的統治啊 只有這個邏輯啊 事實上我也看到有明兄有一篇文章嘛 也覺得民進黨看起來是有恃無恐 尤其是今年啊 明年我們不敢講 今年他就是有恃無恐 那大概認為賴清德的520就職演說也過不了關啊 那就用這樣 那這樣對於他對內座的大內宣啊 他可能覺得對他來講統治有利 可是這個就是非常短視 好 所以這是漁船翻譜事件 如果是按照國安單位給的建議跟定調 定成這樣子的這個路線的話 難怪他說他不瞭解為什麼邱國正會睡不著覺 還特別你看專案會議不早邱國正來 是電話來問他說你為什麼會這麼緊張 他們覺得不瞭解啊 對 這個事情啊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政府也在賭 在賭就是大陸針對這個驚嚇撞傳事件 他不願意也不會去提高的這個衝突的層面 最多就在這個驚嚇水域 那反正民進黨丟掉了金門馬祖 對他無傷 兩會結束之後這樣嗎 對啊 你丟掉了海域也好 你丟掉了島也好 民進黨其實很早以前就說要 這個從金馬撤軍 反正金門馬祖是福建省 對不對 因此跟這個台獨跟台灣建國 其實要做切割的 那如果說他的切割 還能夠引起兩岸之間的 這種民意上的對立 重演1994年的千島湖事件 那不是也是剛好賭對了嗎 這個是一種真的 滿糟糕的一個就是說可能性 但另外一個層面 在就是邱國正這邊 我覺得他睡不著覺 我們都把它解讀為 他好像擔心驚嚇水域的衝突 可能會擴大到台海中線 甚至到影響到台灣安全 從海巡 海警 變成一個軍事上的衝突 我覺得其實他有參與到這個過程 他的睡不著是因為 他把第一級重新定義了 而這個第一級重新定義 不是他國防部 國防部長就能決定的 這一定是整個國安高層 甚至某種程度跟美國有溝通 各位我唸他第一次回應 就是沈柏洋的時候 他說第一級 現在第一級的界定 無論是為航空或海航的實體 逾越了規矩 第一級就當做是我們的反擊 不是台灣主動挑起的 各位以上這個文字 絕對不是什麼 他個人突然的一個反應說 我要把第一級的改變 以上這個文字 就是航空海航的實體 逾越的規矩 這一定是經過仔細的推敲的 因為這個可以包含了很多 無人機 逾越規矩 因為他不是用界線 什麼叫規矩 因為可能是一方面也是界線 另外一方面 也要是看你的動作 對不對 你可能是突然進來又離開 那就沒有逾越規矩 他就有這個彈性 所以規矩就對我有衝突 直接對我來講 是要造成軍事入侵的 我馬上就會第一級 這界定很寬 這個第一個界定很寬 第二個這個絕對不是他個人的 所以各位 在這個同一個時間 今下水域發生衝突的時候 我們的國安單位 在賴慶德還沒救人之前 在已經內部 甚至跟美國溝通 要把第一級的概念做轉變 因為本來的第一級是說 你一旦受到了攻擊 還要請示之後再回應 也就是說是一種所謂的 攻擊之後的反擊 這個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叫戰守則 以及整個軍事戰術層面的改變 這種其實也是一種嚇阻 他是在劃底線 因此過程當中 邱國登當然睡不著了對不對 至於誰會接國防部長 我覺得誰接國防部長一定他都睡不著了 因為接下來這四年 你覺得兩岸之間的 兵凶站圍的程度 不就是一天到晚會讓你覺得緊張嗎 第一個連 第一個就是海巡海警的情況已經擴散了 他會不會從驚嚇到台灣海峽來 第二個 你第一級的這個改變都已經 都已經改變化了 第三個 你整個美國之後在不管是川普還是拜登 他們都只剩一任 對台灣問題一定會加碼 然後賴清德想要連任 他也一定會加碼在衝突面 然後能夠繼續收割 誰來做國防部長都睡不安穩 對 在他們的挑釁跟加碼的叫囂裡頭 這個不安穩 光是平時的備戰 軍方的人員 這些國防的弟兄們 就要多少勤募才能應應 對 邱國正他晚上睡不好 我認為他是軍人本色 因為他未雨綢繆 睡得好 高枕無憂 做春秋大夢 表示一點責任感都沒有 他睡不好表示說他很憂心 然後第二個表示說 我們還沒準備好 但是狀況已經來了 所以他在這一方面 他有這方面的壓力 壓力沒辦法紓解 當然是輾轉難眠 會變成這個狀況 現在就是花蓮營也在半夜 大半夜都直接起飛 表示說這方面的壓力確實大 要不然的話小夜行就可以了 8點 9點 4點 對飛行員也安全 對旁邊住的這些老百姓 也不會太過於叨擾他們 因為這個噪音量是非常大 尤其是起飛跟降落階段 換句話說這個狀況真的是不一樣 我們看整個國共內戰 國軍很多部分是輸在夜戰 因為中共都夜間突襲 一突襲 觸不及防 就整個吃掉 這個狀況很明顯 中共是擅長打夜戰 國軍在夜戰方面 是國軍的短板 有必要加強大夜行的飛行 這是現在評估出來 是有這個必要 也是這方面的壓力 我們可以看 將來的時候 中共對台灣這一方面的 當然會隨著 會切洋蔥跟台灣破鏡 這是一定的 就跟仁愛礁 中國的海警船跟菲律賓的 海岸防衛隊的船撞在一起 對不對 還有四個 菲律賓的海岸防衛官受傷 是這個樣 換句話將來也會向台灣破鏡 我認為仁愛礁的模式在台灣 不要完全排除會發生 我們來看 現在整個態勢 在蔡政府這八年當中 武林山航權沒了 海中線沒了 然後這個都中共都沒收了 海權 空權都沒收了 但是對民進黨來看 還有十個可以丟掉 所以他可以氣力申請 睡得很好 還可以有十丟 你包含這十丟可以慢慢丟掉 可以來換取這個時間 也包括了馬祖水域 東營水域 烏丘水域 方面你往南邊看的東沙島 你再往南邊看的南海 南沙的太平島 也有包括澎湖水域 所以你有十個可以丟掉 到最後完畢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講的臨街區 臨街區完畢之後是臨海 臨海完畢之後是領空 換句話 還有十個籌碼 慢慢丟 只要 他可以丟 是嗎 他可以慢慢丟 對啊 你現在丟了五個而已 還有十個可以丟 有十丟 十丟之後那最重要的 我只要保護 我只要贏得選舉就好了 我掌握執政權 至於兩岸會不會插槍做會不會 那個是全民買單 兩岸會戰爭是全民的風險 全民買單 不是哪一個官員的風險 哪一個官員的責任 是全民都要去面 承擔這個風險 承擔這個危機 是全民承擔的 所以一般來看 執政權當然也可以高枕無憂 慢慢丟就可以了 所以中共在這邊切香腸也好 剝洋蔥也罷 在這一方面 中共是佔了主場的優勢 因為臺灣還有十丟的空間 可以讓它去發揮去運用